兄弟们 这次银华可是气坏了 魏章这老家伙啊 每天不死进去 在前线喝得五迷三道 作为秦国宗室子弟 标准的王二代 银华气不大意出来 你这成天拿着我们家的钱胡吃海喝 真是一点不心疼呀 魏章作为项目总经理 主动邀请银华一起海起来 银华立刻掀了桌子 喝个鸟啊 能不能有点正事 魏章没有二话 捆了 魏章面色铁青 拿出骨骨 小鸭 我还吃不了你啊 银华虽然是董事长亲弟弟 但在军营里 还是得听主帅魏章的 就这么着 刚见面就被拖出去打了二十军棍 刚打发了董事长弟弟 董事长小舅子魏冉 又冲出来送人头 想替大哥银华讨个说法 得又来个愣头 魏章一言不发 任由这个任性的小舅子瞎搞 幸亏银华及时赶到 欲不拙不成器 人不打光嘴硬 挨了打 银华这才知道 在这谁是大哥 即刻摆清位置 恭受道歉 魏章拿着油灯 直接浇在沙盘上 银华一愣 你呀假酒喝多了吧 但魏章作为秦国大帅 套布榜前五名 虽然多年不打仗 可江还是老的辣 丹阳这地方周边盛产铜器油机 咱要是给楚国集团浇点油 再放一把火 好啊 好 魏章刚拿纱布擦屁股 露了一手 银华已经佩服的五体投地 各种连环马屁吹得飞起 银华不屑一顾开始吹牛 我刚把齐国名将邝章给做了 你老小子跑的裤子都丢了 陆章威威一笑 你还真是老太太上抗 比爷整笑了 那是你打的吗 那是咱的CEO张仪 挑拨赵燕两国 捧了齐国屁股 邝章回市 救援都城 这才让你捡了个大便宜 银华立刻就收敛了 气势瞬间也不张狂了 接下来就该进入主题了 明日曲的丹阳城 务必找到欢博法 令氏族不得疯会 末将提令 丁华略有疑问 你这保护个酒吧干啥 莫不是有什么大计划 魏章一本正经 那不是一般的酒吧 那是楚国排名第三的慢摇吧 丹阳纯远近闻名 牛子更是美的一匹 丹阳之战迅速打响 出国集团项目总经理驱盖 愁坏了 董事长的公子在城里面 先得让这顽固子一撤退 公子子兰一改往日爱吃淘淘的模样 从地上抄起一根唱歌 开始喊气 你别说 太敌要人 有时候也会要人命 这几下摆动还真像那么回事 城里面活着的比外面还大 问题是 他们没少领 所在这个时候 前线传来消息 楚国大将景翠率领20万新叶本城 估计不到四个时辰就濒临城下了 但让银华没想到的是 景翠绝对不是碌碌无为之位 这不还没到丹阳城 他就已经想好了下一步 丹寺知道消息后暗自至今 蓝田这个地方 现在只有一万守军 离首都咸阳只有五十里路 这家伙是想偷水晶呀 就在银寺无计可施的时候 大公子银档 蠕动秦英 为什么不准 因为银寺已经做好了殉国准备 银寺迈着沉重的步伐 一步一步的走向王座 他心里知道 秦国八成是撑不过这次了 但只要银档还活着 秦国就有机会复国 银档压根不知道 这个时候的秦国毫无胜算 这些话 已然是银寺留给他最后的遗言 见父亲反对 银档夫妻离开 看着银档远去的背影 银寺不由感叹 给你个国不行 骗阳沙场 一旁的宦官心中暗自吃惊 劝说银寺不要瑜伽轻 银档回到宫内坐立不安 他太想为国征伐了 魏叔告诉他 你父王要让你当太子 你可真会比 这仨人 两个已经个屁了 还有一个逃亡在外 哪有一个有好下场 魏叔慌了 咱就是说呀 这银档也太天真了 当然了 他只有十四岁 还不懂事 但魏叔看得非常通透 这些话一旦传出去 闹不好后宫就乱了 到那个时候 骨肉相残 轻锅必定打乱 至此危难之际 官内侯将全部财产交了出来 但官内侯本就是个 无力不起早的人 他这么大方 必有所求 说着 他就把自己儿子 银档推了出来 扬扬要让儿子为国捐去 银档喜不自胜 离开王宫 官内侯终于食言相告 这是你最好的晋身机会 这是你老父亲 倾家荡产 给你换来的 那么银四江会如何应对灭国危机 清国究竟会不会被灭 这个呀 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飘摇 下集更加精彩 请不吝点赞